有鉴于泰山地区的山顶运动公园的座椅零久失修 生怕民众坐了之后会造成伤害 因此议员寿命中服务的人员 也邀请了相关单位来到现场会刊之后 加快脚步做了处理 如今新的座椅都已经加装完成了 这也让前往休闲运动的 引发族的长者们做得更加的安心 泰山一学坑自然生态公园顶端的山顶运动公园 座椅年久失修木头螺丝松脱 民众有可能不小心做到损坏的座椅而受伤 日前宋明中议员服务处人员与相关单位到场会刊后 现在新的座椅已经装设完工 成为了引发族每天休闲散步的最佳场所 针对我们穷宰湖山顶公园 整个破旧的椅子的一个改善 非常高兴我们登山客 都来过我们穷宰湖山顶公园来运动 那也是一个非常休闲的一个地方 那民众在登山的时候 有跟我提出建议就是说 整个一个能够有一个在运动当中 运动完以后 有一个休闲可以坐在聊天的一个好景点 那也一个希望能够有修缮的椅子 那我们经过来现场会刊 已经来施坐有十座的非常美丽又美观的一个椅子 让民众在山顶公园能够运动完以后 能够有好的一个休闲聊天的一个椅子来坐 那已经施坐完成 那也希望我们民众 这休闲椅子能够加强的爱步 不以破坏 让我们很多的民众能够在登山时候 累的时候也可以坐这个椅子来做一个休息 包括聊天 欣赏美景的一个好地方 泰山山顶运动公园提供许多民众 遮阴沉凉的去处 相信在地方明代的协助下 新样貌的山顶运动公园 未来也能成为泰山民众的后花园 永佳乐新闻泰山采访报导 永佳乐新闻泰山